这个女人给自己的肚子来了一刀 为什么要这么悲剧呢 你肯定想不到 她需要为自己证明没有偷邮局的钱 而邮局的财务系统地平线 却显示她欠邮局五千多英镑 而她却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 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就是六子在餐馆里 破开肚子 拿出吃下的粉条才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所以悲剧的是在地平线系统吞吃钱的时候 让无数个家庭陷入了危机 而在这期间自杀的人超过六十人 有将近七百人被皇家邮局控到偷到 所以这个女人也是想要通过自杀来给自己证明 自己是无辜的 也是对生活无声的反抗 幸好她的老公救了她 他们在没有被起诉之前 按照贝茨报纸的信息 来到了芬尼小镇 第一次见到贝茨的时候 他们介绍了自己被地平线系统吞了钱 现在欠邮局五千多英镑 一来到这里才知道 大家都一样 而李特蒂提醒萨姆上法庭的时候 一定要请律师 不要单独为自己辩护 所以在法庭上 他们请了印度裔的律师帮助自己 为自己做无罪辩护 虽然他们确实是无罪的 但是却无法找到实质性的证据 有很多人不理解 不就欠五千多英镑吗 有必要自杀吗 有必要破产吗 那是你根本不懂英国皇家邮局的套路 他们有押金的 KD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比如你加入一个餐馆 首先要有押金四十万 还有门面的装修费四十万 而房子的租金也是比较大的金额 可以这么说 这些人申请下来后 他们基本都是外欠的 就想着好好经营 然后过点平常日子 而他们的钱 不是直接进入自己的口袋的 而是要进入地平线系统的 所以每个月 他们都需要电资进去的 一直到审核通过后 地平线的系统 才会把钱转入到这些人的手中 所以你还觉得他们很有钱吗 还有一个认知 那就是英镑对比人民币 相当于一比九 也就是一万英镑 相当于九万的人民币 大部分的家庭欠这么多的钱 肯定要破产的 看到报纸信息的 不止只有邮局的受害者 还有一个国家银行的职员也看到 他主动联系了贝茨 在第二次受害者联盟会议上 迈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是邮局受害者 所以很多人并不相信他 但是他的故事将会震惊 所有的三十多个人 所有的人都觉得 英国皇家银行的系统是国家的 但是根本不是 真正制作这个软件的公司 是日本富士通公司 这个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而迈克曾经就被富士通邀请 去解决一个外汇管制问题 当年是2008年 地平线系统已经上线九年了 一个内部职员给迈克 讲述了这里工作的内容 那就是地平线系统 是可以手动修改金额的 这个是在做的所有人都想不到的 如果这个金额是可以手动修改的 那么岂不是可以让 别有用心的人钻这个空子 那么就会有大笔的客户经理 去修改自己客户的金额 他想要哪个破产就让哪个破产 而且还无法查到漏洞 因为英国皇家邮局 绝对不会让人承认 自己的系统出问题的 所以这件事情干了多久呢 没错将近二十年 一直都没有任何人能找到破绽 这个太可怕了 难道私人账户不是有权限的吗 有 但是已经有人找到了漏洞 所以他们所有人的账户 全部都是不安全的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才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的钱 就是这样被系统扣了 后面有一双无形的大手 那么他们是否就可以 对傅士通提起诉讼吗 迈克这才说起自己的妻子 也是一个邮局的管理者 他的账户也欠了邮局4.4万英镑 听到这里所有的人都才明白 受伤害的人远远比他们的要大 要多的人大有人在 也许这个也让他们多少有点心理安慰了吧 而且他的妻子已经被定罪了 现在正在监狱 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到场的原因 听到这些所有的人都泪目了 那种沉痛一下就像都幕布一样 照在了所有人的头上 迈克的如此身份的人 都对傅士通公司毫无办法 更何况他们这些人呢 这怎么办 理说我们必须要对傅士通进行诉讼 但是没有人知道 如何对这个强大的跨国公司诉讼 一切都黑暗了 那种无助让每一个家庭再次陷入了沉默 以前他们以为只是和邮局斗 现在才知道 是和日本傅士通跨国公司斗 首先还是曝光 瞧找到本地的一家电视台 然后开始接受访问 电视台的影响非常的大 邮局的总部已经关注到了这件事 他们立马开会来处理这次的危机 首先让邮局的所有部门 全部要捅一口径 绝对不能说地平线的问题 然后要请律师来维护自己的声誉 然后请专门的团队去电视台讲述 地平线是如何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安全的 这样的宣传是真的有效 民间的声音在TMD准确 只要官方的专家一开口 TMD就有人蜂拥而至 信以为真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悲哀 庭民永远也干不过专家 邮局找到了一个检察官 并把所有欠款的档案交给他 让他去调查 当然贝茨这边也绝对不会坐等邮局的调查和起诉 所以他们也找到了一名律师 因为他的身份不简单 他还是一名前税务局检察官 所以第一次交锋开始 首先贝茨的律师凯特对检察官并不属于第三方作为质疑 是否能公平调查所有的当事人 旁边的法官说 这些他们都是合法的 并担保这些调查全部都是公正公开公平的 走出来的时候 凯特对贝茨说了实话 我们没有证据 你一个平民根本没有胜诉的希望 可能带给我们的只有绝望 因为律师猜测那个检察官可能就是邮局义务 但是律师同时也给贝茨一个希望 那就是这个检察官是可以看到七年的所有数据 也就是从2003年到2010年的所有数据 贝茨非常清楚这些数据他们不可能给自己看 律师说 这就是症结所在 你们没有一手资料 但是贝茨非常乐观 检察官首先调查的是乔 乔说自己丢失了9600多英镑 但是钱到哪里去了 检察官说我们会找到答案的 然后来到迈克的家里 妻子已经被保释了 但是精神已经受到了刺激 他对检察官说 这一切的错误全部都是傅士通 并说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房子 因为他认识的一些人就这样在家人不在的时候自杀了 这些信息震惊了检察官 第三个是询问李 李原本一直是皇家飞行员 他一辈子都在为皇家服务 现在却被欠款4万英镑 他的孩子和妻子现在根本不敢出门 因为别人都说他们是小偷 但是一个一辈子服务国家的军人 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呢 他想不通 说到伤心处 检察官也不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他立马回到邮局 找到邮局的负责人 质问为什么要控诉这些人 他们全部都是好人 都是本本分分的人 他们根本就不是偷钱的人 所以检察官直接要害的说 你们这样的诉讼这些人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要拿这些案例去威胁别的邮局 害怕让这件事情闹大 画面回到萨姆这边 最终在律师的帮助下 法官驳回了对他36项指控 并当庭释放 但是萨姆虽然自由了 但是他的恐惧并没有是否 因为他觉得那些人会在新闻上继续说自己是个骗子 画面回到贝茨这边 经过检察官的调查 法官这边终于让贝茨和邮局的局长见面了 他们决定对12个名单上的人全部撤销诉讼 就连亏的钱也不用还了 贝茨的脸上一点开心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只有名单上的12个人 而被地平线系统坑害的人呢 远远不止这些人 贝茨必须要为更多的人说话 但是法官却说这是有限制的 因为这些名单都是国会挑选的 贝茨对局长说 受害的人远远不止12人 他这里有很多名单 并要求局长能看看 法官也盯着他 没有拒绝的理由 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 检察官鲍博非常的好 他真的开始调查傅士通 但是非常遗憾 在登记册上 丝毫没有迈克去傅士通的记录 检察官再次打电话 确认迈克是否日期记错了 但是迈克非常清楚地说绝对不会错了 就是2008年8月19日 鲍博问 迈克你是否能有证据证明你当时就在那里 但是此事已经四年过去了 迈克无法证明 2012年邮局的经营因为这些事情被搞得越来越差 所以局长不得不上电视去宣传自己的皇家邮局 贝茨看着这些总感觉事情不对劲 现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已经11年过去了 从开始的30几家被害家庭 现在已经高达500多个家庭 而邮局还在开 不知情的人还在缴纳保证金 贝茨知道这件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经过贝茨的努力 将调查的名单从12人上升到47人 但是鲍博却说他去调查了 有人无法提供证据 所以无法内入名单 这个时候贝茨不干了 他情绪有点激动 说这就是地平线系统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富士通公司 那才是根源 法官说 说什么话都需要证据 虽然我们知道鲍博是非常正义的 但是他现在确实非常的为难 就是11年过去了 有太多的证据无法收集到 因为没有证据 你去告一家跨国公司 那是不现实的 走出来的时候 凯特对贝茨说他原本就是做会计的 所以天生就是非常谨慎 可以理解的 这天鲍博正在开车 终于迎来了非常重大的突破 那就是迈克终于想到四年前 富士通曾经发过一封邮件 邀请自己去富士通公司 所以他把这封邮件转发给鲍博 这个就是重大的突破口 鲍博首先来到邮局 找到地平线的技术人员 询问富士通是如何和邮局合作的 技术员非常精确地把信息告诉了鲍博 地平线的数据和日志 这些信息邮局是没有的 全部都被富士通总部的机房保存的 而且邮局这边是没有访问权的 而唯一能看到这些测试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邮局的局长 鲍博立马明白这个技术员的隐含的意思 那就是局长可能和富士通有一些暗箱操作 这个也让局长看到了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的恐惧 鲍博再次联系到贝茨 将自己获得一个重要信息和他说了 那就是麦克被邀请的信件 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需要和贝茨说 在以往七年的调查资料里 他发现了难以置信的问题 那就是调查员的报告里面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地平线的钱是他们偷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这些资金是在哪里 在邮局的账户里 那么如果要是偷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转走的记录 或者提线的记录 但是地平线的账户系统里没有 什么都没有记录 所以邮局的调查员根本没有证据来起诉他们 更加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是小偷 那么那些起诉全部都是不合法的 已听明白了 这就是老百姓的悲哀 何亿是小偷的 什么国家人特别的 拜拜